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週港股 我是李遠盈 還有身邊的嘉賓是讀國普遍人 楊志明 Hello Ken 你好 大家好 我們每週港股的位置 星期五中五時 跟大家見面 繼續歡迎 如果有朋友有關股份的問題 都很歡迎問我們 不過暫時只是問到Facebook的問題 YouTube的網站暫時不能接觸 我們不如說回Kent 國線悶局悶到現在 今天終於悶局收場 剛才指數終於收市 背面是成交淡證 最近都是600多 因為成交已經成為上泰 今天昨天升了幾十點 今天你說跌又不是跌很多 今天收28467 跌127點鐘 收市跌到0.4 但成交只有390多 你覺得這麽悶局的幾時才可以打 不過我呢 其實由6月中到現在 我現在都出月底了 我梳了手指 我都拍死了不知幾多隻烏仪 每天其實都要成交投影 我不用拍死你了 有人萬工就知道 你不如現在那隻烏仪是公平 但你不拍的話 市場上那麽多Noise Noise是包括什麽 我們是說外優和外環 外優是什麽 中美貿易戰 第1個Noise是屁股 都經常在那裡疲勞轟炸 又弄了我的關稅出來 給你嘆一下 農產品你又不買多些 諸如此類 講了一大堆東西 接著華為 到現在呢 好像又說鬆一鬆手 但是鬆在哪呢 那現在大家又有一個字 拖 一個拖字缺 那一路拖字缺的時候 就形成了市場外優先 那內環呢 這個內環 我才覺得內傷得比較嚴重 大家覺得不是很關事 那我們數幾個事件 由屯門公園開始 跟著上水 跟著新城市 跟著到元朗 其實是鑊鑊金的 一鑊給一鑊金 那你這麽鑊的情況之下 大家在這個市場裏面 你眼看我眼 我經常跟你說 喂 旅圓營 我推薦這些股份 下個禮拜你 喂 有沒有信心買些 你第一個反應會怎樣 呃 鑊兩天都可能想想的 鑊得久 我有點害怕的 又不知道星期六會發生什麼事了 這個非常合情合理的說法 為什麽這樣說呢 其實大家心中有數 心髓清了 今個禮拜不知道元朗會有什麽情況 因為現在不反對通知書 又出了 但是上兩個星期 呂圓營你記不記得 反對通知書 反對通知書 對不起 上兩個星期是出些什麽情況 第一 我們追回遠一點 前個星期 是那個星期又講白威 上不了市 再加上新城市事件 星期一回來 一開波跌下來 跌五百點附近 如果我自己當時定性 白威我覺得 上不了市 最多跌二百點 剩下三百點是什麽 大家都擔心政治環境因素 很快就收回單日 好了 到上星期一 上星期一回來是什麽呢 就到元朗 白衣人事件 OK 白衣人事件 令港股一開 又是一百天線 原本星期五 是升了上去 又回來了 又是跌了二百點 即是說 每個星期五 大家都要做些防風措施 現在防風措施不是做白號風球 不是天文台跟你說 我是白號風球 大家做些防風措施 而現在是做些什麽呢 政治上的防風措施 今天又是星期五 那你夠不夠膽 拿重貨過夜 我想問一下 呂圓營你夠不夠膽 我只是問你一件事 你夠不夠膽拿重貨過夜 如果不夠膽的話 即是說形成了 六月到七月的前半段 其實最主要就是 我相信 大家在觀望市況情況 但是到七月附近 到現在今時為止 開始就不單是外憂 而是內患 內患就是擔心 整個照政治因素條件 大家在這個擔心情況之下 會不會有很大的動作呢 你看成交 已經知道 不會有很大的動作了 剛才我們說已經拍烏鷹 每天都是六百多億 鬆一點 已經算 表現不太差了 那麼你引伸下去的股份 其實 我們在說有95%法則 那些股份是什麼呢 100隻裡面 有95隻是不升 不要叫不升 不動 甚至下跌 升的那些是維持著的5% 是動的而已 那怎麼辦呢 那麼大家投資者的100隻股份裡面 你不是買了100隻的嘛 你這麼幸運的話 那95隻你沒有買到 你買那5隻的話 我拍手掌 但是問題就是反過來 很多時候那5隻大家都沒有買到 是買了那95隻 為什麼那5隻沒有買到呢 就是因為它一直升上去的時候 大家覺得高了高了高了 就會比其他95隻一直不動 就令到自己的心理壓力很大 通常都不會跟上去 所以根據這個法則情況之下 大家在這一段 要有利潤 在你自己的步伐裡面 其實是相對比較難的 唉 大家就等消息吧 但是不要緊我們炒股不炒市 近期來說 都有些 我們未開節目之前都已經說了 那幾隻膽就不用說了 什麼7001299238 或者那些高收息股 那些就在例牌 其實遲了高位復回 但是近期看到 不是近期 其實近兩日半看到 突然間700騰訊 本來一向與大使同保最厲害 是 因為始終都有 阿里巴巴來上市 會攤薄了它的注意力 那個因素影響著 你很明顯看到 騰訊被人壓住 但是這兩日半 你看它又好像醒神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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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家留意著 資金有沒有突然間多了呢 其實就沒有看到 反而就是 之前強勢的友邦 呢 反過來 這個星期呢 其實是上個星期尾 做了八八個半之後呢 這個星期呢 連對了四五天下來的 啊 你覺得糖水滾糖魚 是 糖水滾糖魚的情況之後 就將友邦的資金 暫時搬出來 就搬去哪裡呢 就搬回騰訊身上 喂 有什麼故事啊 我真的覺得阿里巴巴來到呢 他真的會搶了很多風 那現在還沒來嘛 不是 現在主要就是還沒來 第一第二 大家可以追回業績期 業績期 騰訊是八月十四的 公佈業績 那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都會說 玩股份呢 在憧憬的業績期 是什麼時候憧憬呢 其實很多投資者就會覺得 喂 最後那個星期才憧憬 但是很多時候 他們的業績期呢 很多時候一個月前 或者三個星期前部署的話呢 那就是說 如果你看回騰訊的故事 八月十四 現在推回去 現在到今時今日為止 應該就是兩個三個星期附近 再以今個星期初為標準的話 就剛剛正正是四星期附近 就是說 咦 如果今個星期初為起步點 三百五十多元的話 正正和剛才我講的 開始這個業績憧憬期呢 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那你說 你會問一個問題 第一季出來的業績都是一般的 你甚至說 難道第二季會有突破嗎 哎呀 這個也是大家想 經常都留意的重點 我猜騰騰訊業績不好 但是很多時候 兩個字是衝勁的 衝勁就是可以令到 短線裏面的股價 是造成一個預期的空間 在那裡 那個預期空間 如果大股的話 如果它本身的股價 相對地是處於一個 比較弱的情況的話 可能有百分之十左右 有一個上升空間在那裡 或者更多 也要留意市況 到底它佔了 指數成分股裡面 佔了多少 它是不是舉足輕重的股份 如果是的話 剛才我們做了一個 叫卡拉來看的話 就是看了友邦的關係 那大家過去近期 這段時間 要令到大市上升的話 不外乎三四個股 呂軟營數一下 大家數一下 數一下 第一隻 700 1299 2318 三隻孖寶 是三隻膽 是三隻膽 最近還有一隻 3968 默默地 那隻招行 招行 上次在42元後 被人一棍打下來 就說 什麼北韓和北韓做生意 都被人打下來 那不僅是它 交行都被人打下來 找藉口 但如果你計算 來人股來說 其實招行是最好的 我相信是不爭的事實 回到剛才我們說到大市那裡 那三隻膽 那有幫呢 88.5元 好了 可能太貼近90元 已經 那大家先沽了 就覺得沒什麼去 是的 資金上不是很足夠的時候 唯有沽了一些比較高一點的股份 跟著就走去哪 走去 他想把指數托住的股份 所以就形成了七能零有業 即預期前的一個憧憬 再加上股價可以托住大市 那就互相利用 那內險股 你說不托平保 那平保 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些 內險股的一些資金流的情況 近來的資金比較喜歡去2601 是的 太保 如果你看到 深港通 或者資金港股通 其實都是 你會見到 2601 還有1336 新華保險這些 相對地 資金吸納的積極性比較高 可能這些不是恆生指數成份股 你要動平保的話 就一定要踢高恆生指數 所以他們密密收集的話 就收集這一類型的內險股 所以平保 反而沒有特別表現 所以資金你要換去 但又要同時托住恆生指數的時候 就唯有換去700身上 所以現在 現在只不過是說短打 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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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我不會在這裡過夜 過下星期日 好 還有另外一些股份 其實內需股 特別是你看到那些食品 它賣的東西便宜 又不會很貴 那些其實是可以的 你看看那些體育用品股 80-100元衣服 80-200元衣服 80-200元衣服 幾十元對鞋 你會覺得OK 賣包即食麵吃一下 賣包奶喝一下 那些在羽葉股 體育用品股 還有一些在食品那些 可以的 這些都是集中說回內需 是嗎 因為這個內需 還有其中一件事 業績期有相關關係 因為接下來陸續都是公佈業績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先看一些餐飲食品股 其實這些內需股 相對地 暫時有些誘因 令到它們比較硬盛一些 因為港股的生態裡面 如果你算是零售銷售 或者是說香港的餐飲股 其實是沒有什麼看的 反過來 你拍回國內 國內如果你看回中國的餐飲業 一些叫做數據 其實以回剛剛出來的數據 一百年 其實有一個增長在這裡 大概發肥九 就是總銷售的額 那你見到一個弱勢 國內自己本身的經濟情況 處於一個比較弱勢的情況 但是 整體那個叫做餐飲業 那個數據出來 是有持續增長的 那就是說 給你聽這個板塊 喝飲食吃 怎麼都要的 再加上經濟比較差一點的時候 哎呀算了 去飲飲食吃 去消費一下 還好過留在這裡 都不知道看什麼好 那你變相對比一下 那些飲食股的OK 另外剛才阿呂圓營也提過 那些體育用品股 如果你看回安達 李寧這些 出來的叫貴度數據 其實表現是OK的 雖然 哇 雖然安達 比一下運水 連砍五次 第一次見到 哇 什麼心仇大行 連砍五次的股價都砍不下 五次 都砍它不下 那一發出一個型起出來 就破 但它繼續在高位 還沒有破頂 那就是說這個板塊 都可以接受 因為你看到 李寧都OK 繼續持續高位進發 那一些叫做比較落後的 之前收購這個 Case Week的特報 股價都之前是配股 雜資 之後股價跌了很多 現在都爬回來這些配股價附近 那就是說這批股份 相對地 是可塑性會比較高 那所以 其實我不是剛才說了 你看到那個板塊 剛才李寧營 喂 炒來炒去還有什麼板塊 物管股 物管股之前 我想兩個 一個多兩個月前 其實已經 開了車 現在已經是去到部分 去到一些叫做臨界點為止 可不可以再突破上去 如果物管股 我們分了兩三大類 如果大家拿一個圖表出來看看 那我先講一類先 好嗎?李婉營 一類就是好像6098 就是碧桂園服務 或者是2168 就是要介紹物業 他們的圖表 是明顯地早前這一個多兩個月 是突破了叫做阻力區之後 形成了一個很龐大的升浪 哇 升了不少的了 這一個多月是持續升的 那麼在過去這一個星期 反而就是在高位做一個整顧 那麼你說要再快快突破上去的話 我有一點點猶疑 因為這些股份 其實升了的時間 都挺久的 那麼 這個是第一批 那麼第二批 如果看到是剛剛圍著頂點位置 有哪些呢 就是看到3319 還有大陸 雅居樂生活 然後還有3662 奧元 OK 奧元健康 都是形成了什麼呢 剛剛近來就黏住了早前的一些頂部位置 還沒破頂的 這一類是第二類 那就是說你在物管股裡面 就形成了兩大陣營 一個陣營就是 持續是上升上去的 一大陣營就是 跟之前的高位還沒突破 那所以就是 我覺得你可以分開兩個大堆來看 那另外還有什麼呢 一些叫老牌的 好像中海物業那些 其實股價仍然 都算是英俊的 那所以這個板塊我覺得OK 但是因為已經升了一個多月 差不多兩個月 有些甚至不止的 開始有些叫壓力在那裡 甚至可能要先做一做整股 這個板塊我覺得 可以有後續的延伸下去 但是要開始 先觀望 就是現在就應該要休息一下 是的 先投一投 他未有一些叫正式的技術突破的話 那我覺得你純粹炒一下波幅 他仍然是強勢的 那你要看他之前那兩三個月 有一個龐大的升幅 再走一次上來的話 就可能先投一投氣 那如果翻兜一些 藥業股又如何呢 藥業股就自從去年的大量採購 令到他們說被人砍價 砍了七彩之後 但是你開始看到 開始在低位整固完之後 想回來 特別是現在那個大量採購第二擊 沒有魚皮之空那麼辣 既然都知道沒有魚皮之空那麼辣 而這個消息已經是反映了成年了 藥業股可不可以翻兜呢 特別是生物科技那些 理論上影響就沒有那麼大 嗯 現在說的政策 大家提到口邊的7加4 OK 那如果你說回藥業股自己本身 我們先追回整個故事 那個故事說的時間性會比較長 不過三言兩語 長話短說 161718呢 藥業股是突然間 跟回一些手機設備股 同時間兩個板塊很強 是爆升上去的 那麼你看到他們當時升的幅度 其實跟他自己本身的基本因素面 是已經有個大幅的飄離 大幅飄離的時候 就令到一批股份 無論你看到 177啊 1093那些 你覺得股價升到天那麼高 那麼升到天那麼高 其實不是不等於股價不會再上升 只不過是當時的股值 或者股價已經實在太離譜了 回來還原基本部 還原基本部的話 當時又借回消息面 講一些採購藥業這些 當時177呢 大家都怕到睡不著 一會兒又說招標價 諸如此類 九成 是的 真的被人的股價都批了九成 所以你看到股價是一直批下來 讓大家擔心 好了 但是還原基本部 若葉股隨著國內自己本身 人口老化 甚至是講很多不同因素 令到他們自己本身 仍然是盈利情況 我覺得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大家抹了 在1617 1617 那兩段爆升上去的 現在是純粹以正常增長的情況 若葉股是有體頭的 那我自己覺得 不過大家要留意 我通常都會找一些龍頭 來做衣龜 那可能會好些 龍頭如果我選擇的話 177 如果一些生物科技那些 好像若名生物那些 其實早前已經配股 又諸如此類那些 但是現在開始慢慢 市 尤其對若葉股的市 是慢慢定一些的話 那批股份我覺得 可塑性會幾高 因為你在市場裡面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帥哥的板塊 剛才導演說了那些內衰板塊 內衰板塊 其實裡面有很多股份 都不是很可以的 都是借勢跟一轉 但是若葉板塊裡面 有些盈利是有一個穩定的 而且他們自己本身在仿製藥 甚至是創新藥方面 好像抗癌藥 好像177那些 表現是對版的 所以他們自己本身 出來接下來的業績 我覺得有一個保障 所以找板塊 其實找來找去 已經好像都沒有什麼 近來又找回什麼 找一些科技股 因為那些科技股 大家又覺得 華為會鬆一鬆手 美國政府 所以我覺得 你要綜合整個故事的畫面 是一些叫中線少少的板塊 是可以叫做持久一點 但有些是純粹一些叫短線的板塊 你是一個叫短打的策略 或者純粹一個業績其衝擊的策略 可能在這個階段裏面 可能會比較好些 因為現在暫時大家要用的策略 真的要很多變 即一成不變坐在這 通常都只有一個字 大家都知道 不用多說 就是個死字 那你叫那些收息股 大家坐了這麼久不就繼續坐 真的講開 收息股其實現在只住得該培活 除了個別那些 在英國有業務那些 因為收息股 叫做表現不濟之外 其實那些公用股 Risk 這一類的高息股 仍然都在高位徘徊 你知道了 通常大家總是喜歡在它 接近歷史的高位 才在想買好 現在還值得現在買 有貨是繼續拿著的 但是沒有貨 你說現在才買 想不想得過呢 我自己通常都是這麼想的 第一件事先 你買收息股的概念 你是不是一個純收息的角度 因為很多時候投資者 以一個收息為借口 就給自己一個叫做 很大的一個 我們叫做excuse 叫一個借口 借口就是扯我收息 沒什麼所謂 股價對我來說 當然 有了價錢 財息兼收就最好 但是當股價掉下來的時候 你第一個反應就是 沒所謂我收息 但是李淵營有沒有 綜合在年齡附近呢 是不是所有收息股都這麼厲害呢 那我們又可以追回 分開兩三隻 我們現在就純粹 我跟李淵營看到圖表 大家就可以 有圖表的 你可以自己刷一下 大家可以先看那隻2號 李淵營就可以按那隻2號出來 那你就會看到2號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 在過去的年齡裡面 你做到收息這個動作 但是如果你在90元樓上買的 你現在還是在輸價 它的波幅 你看到這個年兩兩年 你會很難受的 很難受 經常掛在口邊 就說收息股是OK 你看到其他收息股升很多 你就會覺得整個板塊小了 2號先吧 李淵營明顯看到 86元是一個低位的支持 但是上面96元就上不了 對它來說 它的利用管制計劃的影響 第一就是第二 它自己無離投刑警 啊 李淵營非常講得好 非常清晰 那就是說 是不是收息股所有的利好因素 全部押下去了 第一隻 那我們再找第二隻 三號仔 好嗎 我們逐隻逐隻拔出來 三號仔就絕對是強勢 好啊 一隻在這裡這麼漂亮的上升股 我們現在找了兩隻出來 一隻可以 一隻不行 再來六號仔 六號仔沒辦法 兩一下都中了 一下你用那隻的話 對它用中 是不是呢 如果大家收息股的話 你就要留意一下 究竟那些收息股 是否會受到外來因素影響 你賺到個息 等等賺到價 可能輸價 好了 再下來 我們給現在三隻二對一 再給大家平衡心理 八二三 八二三 八二三是可以的 但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你才去考慮 就是這段時間多人想 難得它在高位上 有些高飛曲罪的感覺 即是由接近一百元邊 最高歷史高位 九十八個九毫半 難得現在回落 九十五個一 高飛曲罪的 不如讓它 鬼影變幻球 高飛曲罪 如果你看回 領展自己本身 那兩次高飛曲罪 一是一百年 一是一百年的年初 另外一次高飛曲罪 是一百年的年 九月至十月附近 那兩次高飛曲罪 都會跌穿 五十天移動平均線 一排先 那現在的五十天線 還在相對地高位 黏得比較近 那我如果綜合那兩次 都會跌穿 五十天線的話 我接下來 反而看一看 五十天線 是否守得穩 守不穩的話 我先做一些偷雞動作 因為它那兩次跌穿了 五十天線 都跌穿了一個不少的百分比 那即是說 如果你跌穿著五十天線 我相信 我會先等下 如果它真的跌不穿五十 我再作部署 跌穿五十的話 我就用五十天線 拉低一些 大概九十二元 或者九十元邊的話 才是我的九十元邊 可能比較太離譜 九十二附近 是呀 這陣子就是這陣子 大家撐住 正正因為跌穿了五十天線 就快碰到一百天線 唉唷 不是趕不及的了 所以你問 呂遠盈現在我和你 陶旗捉了幾隻收息股出來 是不是每隻都可以呢 那你就真的要去無存清 其實收息股 我們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要找一些 他們的盈利是穩定的 是 因為Provider 就是你未必想著 賺到股價上升 但至少你要它的股價穩定 股價穩定之餘 你穩定收息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大戰態 還有一隻 滾一滾 趁個不斷以一個營景 滾了一點點下來 唉唷 我都說了 他絕對滾了一滾那麼大把 滾一滾 滾一滾 就很有趣的 一升穿五十元 之前在六月附近 然後一路 你看 連續升上去 每天都升 每天都升 說有些什麼 有些國內有些股份的異味 國內很多股份 很多時都是這樣 每天升 一度升升到你不信 升到你不信 之後就發個營景 多有型 你看它連升幾多天 你數到的 突破五十元 你自己數一下 羊竹 一路數上去 這裡維持了差不多二十天 足足一個月 然後才和你整個營景去 總會 我又覺得 對於說起來 我又沒有擔心營景 它營景的原因 大家已經很充分了解了 另外 不如回答一下朋友的問題 Amy Lung 想問一下1837 想買入的好不好 五谷磨房 今天因為有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因為 配股給伯士 令到他成為第二大股東 所以今天股價當然是飛天 股價 現在中午收市升兩號化 急升半年15.73 這樣有這麼大的 MASTER 這麼大的MASTER 進去 這樣高追跡值不值得呢 通常你對付這些 叫突然間急升上來的股份 它當然一定有個 很大的原因 才會令到急升 我覺得你要去跟進去的話 很多時候都是消息來消息去 既然要跟消息進去的話 我覺得你又要用今天的股價來做標準 暫時我在類軟營這裡 我看到日線圖 這個股價今天叫做build up 了上去 一砍砍上去 你的止褶位 就應該是放在今天的底部位置 做你的止褶位 OK 如果接下來跌穿今天的底部位置的話 你應該離場 那麼 那個止賺位放在哪裡呢 其實它一直今早去到2.4 我就不覺得暫時短期來講 有什麼特別再突破所有動作 反而可能就是兩元邊 1.9號嶺附近 至2.4這個位置 就走一個很大 哇 這裡加起來 過9至2.4 都25% 都可以在這25%裡面 走上走落走上走落 那你說 喂 我要跟這隻股份來玩 你暫時用一些技術指標來玩 消息就放了出來 那究竟還有沒有得上呢 那就真的看看後續有沒有資金再跟 因為這些真的純粹炒技術 是啊 純粹炒技術 就看看你自己的技術夠不夠 還有你的心理壓力 心臟負荷 負荷是否負荷到 我覺得你少住 你做個衡量 因為這些突然走上來的 那些 有四個字 自己考慮 自求多福 OK 真的自己考慮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五的中午 再和大家見面